而昨天上午发生在台北街头的三个高中生被砍成重伤的事件 那么家属那时候讲说一定是人家寻仇找错人了 误砍的 但是警方侦办之后大逆转 其实是受伤的当中一位男同学 他在学校的时候跟一位女同学呛哭 结果女学生气起来 竟然找了男友跟外校的学生拿了刀就是来堵他的 警方抓到了七男两女以杀人为罪的罪嫌 移送 是有人先欺负你是不是 留着长发穿着豹纹帽T的 就是指使砍杀学生的主谋 高兴女学生已经成年 现在就读高三 却因为口角纠纷 竟然纠纵砍人 时间回到10号上午10点半 民众拍下这段画面 被砍伤的学生站在棋楼表情痛苦 一旁却有两个女生冷眼旁观 其他站在超商前的灰衣男子 手上拿着棍棒 光天化日一群恶煞当街凶狠砍杀 其中一人手筋脚筋都被砍断 伤者妈妈喊冤以为被误砍 其实对方早就锁定他们 警方侦办疑似是被砍学生其中一人 在学校对大姐头高兴女学生呛瞎 出门要小心一点 女学生才会携同男友 找外校先动手 高兴女子才刚成年高中还没毕业 如此逞凶斗狠让自己登上新闻版面 还得面临司法审判 新闻江平杰养中线周观展台北报导 新闻江平杰养中线周观展台北报导